哈喽大家好,我是洛洛,今天继续讲黑镜,你的人生,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,在这个世界中,每个人大脑里都植入了记忆芯片,人们的眼睛就像摄像机一样,记录着一切,每个人手中都有一台遥控器,按这个遥控器可以回放记忆,并且还可以把记忆画面放大,看到更多细节,还可以合理删除部分记忆,被删除的记忆会显示一段空白。 这天男主正进行工作面试,面试官让男主回去等消息,然后男主就出租车去机场,在路上回放了记忆画面,想通过观察面试官的微表情,判断成功概率,之后男主赶到机场,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安检了,只要回放之前的记忆就可以,通过查看记忆,判断人们是否有危险性。 男主下飞机,赶到朋友聚会的地方,进门前还特意回放了记忆,查到朋友的名字,有了这个功能,就算只见一面的朋友,也再也不用担心记不住人名的尴尬了。 进门后,男主看到妻子和一个胡子男聊得很开心,然后男主也和其他朋友相互认识了一下,大家学问男主面试情况,建议男主把面试记忆放到屏幕上,大家评估一下,但男主很不得意。 这时胡子男出来帮男主解了威,男主就询问妻子,那个胡子男是谁?妻子表示是姐姐的老朋友,可男主感觉不太对,所以用记忆芯片回放妻子和胡子男聊天的画面,然后大家一起吃饭。 胡子男谈到自己的爱情观、婚姻观,还说会用记忆芯片回放自己和前女友修修时的画面,所有人显得很尴尬,胡子男说别说你们没有回放过,黑发女表示自己没有,因为她没有记忆芯片。 一年前被别人取得出来,可能卖给某个变态了,并且她没有加密,应该什么都看到了。 另一个女人则说自己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芯片,因为她就是做这方面研究的,表示即使有一半的记忆都是垃圾,而且也可以为人们植入虚假记忆。 聚会结束后,男主和妻子坐上回家,在路上,男主开始控诉胡子男的爱情观,表示很讨厌胡子男。 妻子问男主,那为什么还邀请他来家里? 男主表示,因为你希望我邀请他。 妻子则调出记忆画面,画面中,是男主邀请胡子男来家中喝一杯。 但是男主说,那一看就是客气话,很显然并不想让他来。 然后男主和妻子到了家门口,男主以太晚的为优,让胡子男回去了。 之后男主和妻子回到家中,保姆离开后,妻子开始查看宝宝的记忆芯片。 有了这个功能,确实可以保证保护的安全问题了。 男主则又开始说起胡子男的事情。 妻子觉得男主没完没了,承认和胡子男曾经交往过一个月。 男主质问妻子,为什么之前没有说过? 妻子的说,和你说过呀,就是那个不重要先生。 但是男主说,你曾经说,和不重要先生是交往了一个星期,不是一个月。 还调出记忆画面,妻子当时说的确实是一个星期。 然后男主开始纠结是一个月还是一个星期的问题。 妻子告诉男主,别再神经过敏了。 男主深圳地骂了妻子,说完就后悔了。 告诉妻子这并不是本意,希望妻子删掉这段。 但这句话已经记录在妻子的记忆芯片中。 晚上男主向妻子道歉,两人做了羞羞的事。 第二天男主又开始回放胡子男的画面, 并对妻子说,你看胡子男的表情,比看我时的表情更开心。 妻子实在受不了了,承认和胡子男交往了半年, 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,可男主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回放。 之后男主喝了酒来到胡子男家中, 威胁胡子男删除和自己妻子在一起时的记忆。 最终胡子男删除了。 第二天男主在一个不知道是哪的地方醒来, 回放了之前的记忆,发现了恐怖的事情。 然后男主来到家中质问妻子, 有没有采取安全措施? 女儿是不是她的? 妻子不知道是什么状况? 男主则把自己的记忆调出来给妻子看。 男主看到胡子男删除的记忆中有一个画面, 是18个月前的。 胡子男和妻子在自己家中羞羞的片段, 男主再次质问妻子,有没有采取安全措施? 妻子表示,有。 但男主不相信, 让妻子把那个记忆画面调出来, 妻子说自己删了。 男主说那里的记忆中应该有段空白, 放给我看。 妻子拿了遥控信想偷偷删掉, 但男主制止了妻子, 然后妻子只好放了当时的记忆给男主看。 男主看到妻子和别的男人羞羞, 很是难过。 之后男主在家中回忆和妻子甜美的画面, 女儿也很可爱, 一切很幸福, 可现在男主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子。 于是男主来到镜子前, 把刀片将植住大脑的记忆芯片拆除。 开始看的时候, 觉得男主无力取闹, 后来妻子真的出轨了, 觉得幸亏有这个记忆芯片, 不然真的要被绿一辈子啊。 这点倒是让我想起现实社会中的爱情考验, 有些人会考验对方爱不爱自己, 让闺蜜去勾引自己男友, 或者找人假扮土豪, 测试对方是不是外境女。 但如果对方通过测试, 则你配不上他, 没通过,则他配不上你。 无论怎样, 这段关系都不再是对的了。 那么如果没有记忆芯片, 没有爱情测试, 男主会不会发现倍率, 现实中的你是否知道这段感情值不值得? 我想会的,都会知道。 难道对方爱不爱你, 你心里没点数吗? 最后男主拆除了记忆芯片, 选择忘记这一切。 我倒觉得这点更像是重新开始, 让过去过去, 让未来到来。 好啦, 今天就讲到这里, 喜欢我的解说, 记得关注哦。